我們來看一下數以這一題 這一題是一個期望值的問題 期望值其實在學測上 如果是我們標準的期望值其實是一個算比較簡單的題目 期望值的計算就是什麼 就是機率再乘上這個價值 好,那機率的部分呢 因為這題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有什麼 有紅心 有方塊 紅心會得到8000 方塊呢 會得到6000 好,那 但是其他的黑桃或棉花呢 還是有錢 就是會得到2000 好,所以我們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算出這個的期望值 好,所以呢 那這裡要記住這四分之二 它有兩張 OK,所以我們這樣子透過這計算 就8000加6000加4000 就變成什麼 18000 因為18000再乘上這個四分之一 所以就得到了4500 好,就是期望值 大概就有4500元 好,所以掌握期望值就是什麼 就是,期望值就是機率乘上這個價值 好,機率乘價值 好,這樣子就可以算出來 好,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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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見